刚刚的话我们是用了这个获取的这个元素尺寸 以及这个获取元素的什么相对页面的位置 是吧 做了一个加入构数的动画 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尺寸来看一下 其他的尺寸 比如说这第三个干嘛呢 就是获取浏览器可视区宽度 是吧 宽度和高度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DokuDollarWindow.Wise 是吧 DollarWindow.Height 这什么意思就是可视区 就指的这个可视区 可视区的宽和高 好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获取文档的宽度和高度 这什么意思 可视区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可视的这块 是吧 文档的宽和高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一个页面有滚动条 是吧 如果一个页面有滚动条的话 那么这个高度是不是大于这个高度 没有 这是可视区的宽和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来做个页面 来测一下啊 获得浏览器可视区的宽高 好 这个是005 这是 可视区 尺寸 可视区 尺寸 以及测个什么呢 这是文档尺寸 好 可视区尺寸 以及文档尺寸 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文档 来一个文档 比如说这里的话 比如说这是 来个这个吧 这个是文档的文字 文档内容是吧 文档内容 好 然后的话 还是用以前的那种方法 是吧 我把这个文档 弄得很高 是吧 文档弄得很高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啊 这里把它弄得很高 好 然后的话 把它复制一些下去啊 好 这样子的是吧 好 大概这样一个文档 是吧 这样一个文档啊 好 这样一个文档之后 那么它大概有这么高 是不是这样的 有这么高的一个文档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获取这几个尺寸 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吧 先把这个JCOR引进来 是吧 JCOR引进来 来获取啊 这个尺寸啊 好 SR C啊 有很多同学写成SCR 是吧 很多同学写成SCR啊 那么就 这个 这个地方也很难找啊 它记得是SRC啊 好 这个是JCOR引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 再写一下这个 然后的话我们要获取这个文档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尺寸还得怎么样呢 先写一个ready啊 先写一个ready 然后是这个 翻个选择吧 翻个选择啊 好 然后的话 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两个尺寸有什么区别啊 首先是这个 一个是可视区的宽和高 是吧 可视区的宽和高啊 可视区的宽和高啊 可视区的宽和高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的这个大小 大概是窗口这个大小是吧 从这里到这里是吧 从这里在这一圈啊 这一圈是可视区的大小啊 那么文档的大小的话和可视区的大小 宽度应该是一样的吧 宽度应该相同是吧 高度是不一样的吧 高度有这么高 是这样的啊 就有这么高啊 好 我们把这几个cancel出来是吧 比如说是cancel cancellog啊 cancellog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dollar什么呢 dollar啊 dollar一个是dollar什么呢 dollarwindow.wise吧 dollarwindow.wise啊 dollarwindow.wise idth啊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吧 这个是 我把前面加点东西吧 比如说这个是 可视区 可 可视区的宽度 是吧 可视区的宽度啊 好 加上这个是吧 加上这个啊 好 这可视区的高 是吧 可视区的高度 高度 好 这个是 hite 是吧 hite d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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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是这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文档的宽和文档的高啊 好 这个是文档的宽度啊 文档的宽度 这个是多了什么 document 是吧 document 啊 好 这是文档的高度啊 文档 文档的高度 然后这个是document啊 document 好 这几个尺寸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多少 是吧 大概是多少啊 然后跑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跑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检查里面 有个什么呢 啊 这里面有个看守 是吧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 可视区宽是1259啊 文档的宽度是3953 3953 代码没改是吧 14行是吧 这是wise是吧 wise啊 给自己设了个坑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看一下 这个文 可视区的宽和文档的宽 应该是一样的是吧 好 可视区的高是276 是吧 276就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这个 呃 好 276 那么这个的话 再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不一样了 是吧 这个是不一样 看一下 这个是668吧 刚才为什么是276呢 好 我再刷一下 这个变成276 变成200多了啊 再刷一下 这变成276了啊 为什么不一样呢 它就是从这里什么 到这里 看到没有 这是276啊 没有没有 这是276是吧 我这把它关了 然后再刷一下 然后它就读了 然后它就读了 是从这里 到底部的这个 是600600多 是吧 这个啊 好 再来看一下 是吧 就每次我刷一下 它是不是重新读一下啊 重新读一下啊 这是668 是刚才从上面到底下 我把这个什么调色栏 把它提上来之后 怎么样 它的可视区的高度 是不是变成这么这么多了 是吧 那么就是变 变少了吧 是吧 比如说再少一点 再刷一下 是吧 变成247了吧 是吧 都是247嘛 再刷一下 169了 是吧 这是它的高啊 好 那么我们可视区的宽和 文档的宽 应该一般是一样的 是吧 除非你怎么样呢 把这个 把这个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应该也是一样的 是吧 缩小一点的话 这个 缩小一点啊 比如说这个是 再刷一下 是吧 这是645啊 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高度就不一样的 这是150 这是3953 是吧 好 文档的高度 就是说 从这个什么呢 从这个顶部 是吧 从这个顶部 然后拖动滚动条 一直到这个底部吧 这个高度吧 这是文档的高度啊 就是它们两个 是不一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尺寸啊 这个尺寸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页面的什么呢 滚动距离啊 页面 或者页面滚动距离啊 页面滚动距离啊 页面滚动距离啊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 这个square top啊 就是说我们页面在什么 在滚动的时候啊 页面在滚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往上拖啊 拖动之后 然后上面那一块的距离 就是square top 好 那么这个square top的话 为了形象的话 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什么square top啊 我就演示一下啊 那么之前有个图的啊 我再画一下吧 比如说来一个square top啊 就是这个页面往上滚动的 这个距离叫square top啊 好 我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这个 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 比如说我来一个页面 是吧 好 这里填充白色吧 填充白色 然后我新建一个图层啊 假如说这个 这是浏览器的这个宽度是吧 浏览器的这个宽啊 好 这是浏览器的宽 我来描边啊 比如说 编辑啊 描边 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 一个像素啊 好 好 这是浏览器是吧 浏览器 然后的话 好 大家这样子是吧 好 浏览器 然后的话 这个浏览器旁边 有这个滚动条吧 假如有滚动条啊 假如这是个滚动条啊 画一下 这是个滚动条啊 再把它描一下边啊 编辑先填充一下吧 填充个白色啊 填充个白色 然后再描下边啊 描边 然后这个 一个像素啊 好 这个是这个 浏览器的这个滚动条吧 好 然后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图层啊 假如说这个是页面是吧 好 假如说页面的话是有这么高的一个页面是吧 有这么高的一个页面啊 好 页面有这么高 我应该填充一个颜色吧 我应该填充一个颜色吧 比如说来一个 来一个 大概来这样一个颜色是吧 好把它填一下啊 那么编辑填充这个前景色啊 好前景色填一下是吧 好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一个页面啊 好 那么在我什么呢 在我滚动这个滚动条的时候是吧 好 比如说我这个滚动条往下滚动的时候是吧 有个滚动条往下滚动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往下滚动这个页面是不是要往上跑啊 这个页面是不是要往上跑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往上跑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距离就是square probe啊 这个距离就是square probe啊 给它画一下啊 好 然后这个 比如说这个啊 铅笔 来个红色吧 好 好 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 好 这个距离 然后用这个画一下啊 这个 这个啊 这个纸线没告诉大家怎么用啊 就这么用啊 就这个 猜出了啊 先拿一 一个像素吧 好 这个距离就是square probe啊 square probe 好 好 这个距离就是square probe啊 是 好慢的 这个 s scro top 好 这是square probe 它的这个 大小啊 Square probe 它可以把这个再存一下啊 把它存一下 然后 拥一下 拆解吧 拥到桌面 那这个地方来 那我是这个 scro 后 好 保存一下啊 确定 好 这个就是square probe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square lab 是什么意思呢 square lab 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square lab 那么一般比较少用啊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square lab 的吧 square lab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是我们的页面 什么呢 如果是有横向滚动条 是吧 页面横向滚动条的话 就是 如果页面有个横向滚动条啊 比如说这里 这里啊 再来复制一个啊 复制一个之后 把它移过来啊 移过来 然后假如是这里啊 编辑 然后 来一个 历史的嘛 一样的 是吧 好 就这里是吧 这里如果说怎么样呢 它开始这里是吧 如果有横向滚动条啊 假如说我这个滚动条 滚动条往这边滚动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页面是不是会往这边走啊 这边走啊 就是页面走的这个距离什么呢 就是这个 square lab的 就这边这个地方啊 假如页面这个走的这个距离啊 好 回到裁写之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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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吧 这里是吧 好 如果说我这个滚动条往这边滚动啊 滚动条往这边滚动的话啊 滚动条往这边滚动 这个页面就会往这边走是吧 也往这边走啊 一往这边走的话 那么这个距离就是什么呢 Score left 是吧 Score left 好 写一下吧 应该是T 啊 是吧,要么是哪个距离呢,换一下就行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是go left的 好,这是关于这个滚动的距离啊,滚动距离 把它再整理一下 好,这个把它关了吧,它影响速度啊 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scroll left和top,是吧 scroll left和top,然后把这个重明明一下 好,这样子的啊 好,那么这个scroll top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用它做一些效果啊 可能会用它做一些效果啊 好,这是关于这两个尺寸啊 好,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页面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页面的滚动事件啊 页面滚动事件什么意思啊 就是到了window scroll的时候啊 有个滚动事件啊 页面滚动事件啊 好,滚动事件我们有时候用滚动的时候 会做一点效果,做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呢 这个指顶菜单啊 做一个指顶菜单 这个指顶菜单我们前面好像做过是吧 那么现在要做什么指顶菜单呢 就是做这种指顶菜单 它一开始的话 它是随着页面一起滚动啊 那么到了一定时候的话 它就怎么样呢 它就就悬停在上面了啊 这样一个指顶菜单啊 好,这样一个指顶菜单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结合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啊 做一个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也经常出现 好,就做个指顶菜单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006啊 这个是指顶菜单啊 指顶菜单 好 好,比如说这个菜单啊 拿一个比如说这个菜单 刚开始它上面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banner啊 就上面有个banner 这个banner的话比较比较高一点啊 banner的下面才是有个菜单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点个menu是吧 这里面有个菜单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啊 好,这个是有个菜单啊 这个是菜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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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随便写一下吧啊 好,然后它们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好,它们样子是怎么样的啊 比如说 然后这个banner 然后这个banner 比如说这个banner的话啊 首先的话我们把body把它清掉吧 body是不是有这个默认的什么marking吧 啊,把body清掉一下啊 marking把它marking 用字为空是吧 把它设为零啊 然后这个banner的话 它是大概多大呢 是吧 banner啊 好,banner的话 假如它的宽是960啊 960的宽啊 好,高度的话 假如说是多少呢 来一个假如说是 呃 200的高 看一下啊 好,背景色是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给它拿一个 轻色吧 好,这样一个啊 好,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menu 啊 这个menu啊 menu的话 那么它的宽是 宽是一样的 宽也是960啊 960px尺啊 它的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这个 呃 100 看一下啊 好,背景色的话 给它拿个什么呢 够的,是吧 好,然后 然后它们都水平居中啊 都水平居中 比如说它的marking marking 0 啊 all two 是吧 marking 0 all two啊 好,这个menu也是marking 0 all two 这样的啊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吧 啊 好 大概这样一个菜单啊 这个菜单啊 然后的话 这个菜单我把文字稍微啊 就就这么糟吧 把文字居中一下啊 text line 给它来个center 是吧 center啊 好 line height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呢 这个稍微低一点吧 比如说80吧 80px啊 好 这个高度改成80 稍微小一点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菜单是这样子 那么除了菜单之外的话 还有什么呢 除了菜单之外的话 就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 诶 刚刚我做了呢 诶 刚刚那个页面没了 好 那个页面的话就是 呃 文档尺寸 这个是吧 下面是这些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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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批标签里面的文字 集中一下啊 方便观看啊 批标签里面的 然后是文字 是text line 给它来个center啊 center 然后是这个 color的话 来个red 是吧 color来个red啊 好 color来个red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时候我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我怎么样呢 我在滚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啊 好 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菜单就停在上面了 看这样 我是不是上去了 是吧 大家碰到这种效果吧 应该有碰到这种效果吧 就是我滚动页面 滚动到这个菜单的这个地方 这个菜单就停在这里了 是吧 停在这里就不动了 就是一直悬停在上面啊 好 等到我把它移动上去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菜单又顺着下来了吧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就是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才悬停的啊 默认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在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在滚打流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面啊 如果滚动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怎么样 它把它定位了吧 把它定位了啊 把它定位了 好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的话就是 配合着我们这个什么呢 配合着我们这个试电啊 加这个scroll top来做的啊 scroll top来做的啊 实际上我们就是 判断这个scroll top 如果这个scroll top 等于一个值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菜单把它定位一下啊 就到了一个值的时候 把它进行定位 定位把它定在上面 是吧 然后的话 如果这个值小于一个值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它什么呢 再把它射回去啊 好 那么怎么做呢 那我们来速度做一下啊 比如说来看一下啊 好 首先的话 把这个script引进来吧 script引进来啊 src啊 等于这个 j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jcroll是吧 好 然后的话 是吧 再来写我们的这个script 是吧 script 好 那么的话 还是要怎么样呢 还是要什么 要获取它是吧 获取它怎么获取 我们还是要什么 写ready吧 $什么呢 翻个选 是吧 翻个选啊 翻个选啊 好 $翻个选 的时候 我们先写一下这个 先把这个script top来测一下啊 script top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我先测一下这个吧 测一下什么呢 就是这个滚动事件 是吧 滚动事件啊 那么进来的时候 我先测一下滚动事件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 $什么呢 window 是吧 window 是吧 到了window 然后scroll的时候 是吧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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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oll的时候 是吧 就是滚动事件啊 scroll的时候 然后里面什么 哪一个什么呢 哪个匿名函数吧 好 这个滚动事件 跟我们的click事件 写法一样吧 是吧 一样的啊 好干嘛呢 我滚动的时候啊 我把这个 我写一个字吧 比如说token 比如说是 啊 比如说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什么呀 滚动的时候 我把这个scroll top 可以获取出来吧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 i i 暗 比如说那的Map就是document 是吧 document.title吧 title就等于这个iland吧 就是什么 把iland复制给他吧 复制给他 好来看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页面我来刷一下 它是滚动吗 比如说我滚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滚动这滚动条 是不是会这个地方会变呢 这个意思 如果滚动滚动条的时候 看一下这是不是事实 再往下滚 是不是107啊 这个啊 好 再看一下我滚动到这个地方来啊 这个 把这个billet完全的什么呢 移上去的时候看一下 这大概是不是200啊 是200吧 是吧 就是我刚才从这里滚动到这里的时候 上面这个地方应该是200 是不是这样的啊 200啊 200啊 这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score的时候 score的时候 它会触发它去读这个什么呢 读这个score top啊 然后把它打下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打上来啊 看一下啊 这样子吧 好这样子啊 好这是score top 随着我往下滚动的话 这个score top是越来越大 是越来越大 好这是关于这个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我们如何做到什么呢 就是我滚动这个东西的时候 什么 滚动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何让它悬停在上面 是吧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什么呢 当这个score top 大于200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大于200的时候啊 大于200的时候怎么样 把这个给它定位到上面去 是不是可以啊 定位一下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什么呢 就是score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啊 好 获取的啊 获取完之后 我们就判断一下 是吧 判断一下啊 好 判断一下 比如说 EF这个什么呢 这个I-lamp 是吧 如果是大于什么 200的时候吧 200的时候啊 好 大于200的时候 干嘛呢 我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 给它定位一下 是吧 定位一下啊 好 怎么定位呢 那么就是把它 把它什么 设置样式吧 设置样式 好 比如说这个 我可以直接选它 是吧 比如说这个 Dollar是吧 好 Dollar这个点 什么 Menu吧 Menu啊 好 或者可以直接 先把它选中啊 或者先把它选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选一下啊 比如说我要用它的时候 比如说Dollar Menu 等于什么 Dollar 这个点 Menu 是吧 Menu 好 Dollar这个什么呢 好 先选中吧 先选它 是吧 然后是Dollar Menu 是吧 Menu 设置它的样式吧 SLS 是吧 SLS啊 好 然后的话 它默认是 默认是不定位的吧 默认是没有定位的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 我把它定位一下就行了啊 设置一个什么定位呢 设置一个固定定位 不就可以了 固定定位啊 好 比如说那么 可以这么写是吧 把这个东西 把东西敲下来 是不是可以什么呢 写得更清楚一点啊 比如说这个 这是它的position是吧 position 是吧 T-O-N position是一个什么呢 固定定位吧 Fix的吧 Fix的啊 是这样的啊 Fix的 好 然后的话 把它的 这个是逗号啊 记得是逗号啊 逗号啊 然后的话 这是left 把它left直啊 好 left直的话 先设一个0吧 设一个0啊 好 逗号啊 好 top的话 先设个0 大家看一下啊 好 top 设一个0 是吧 好 这么设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它的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如果说我 把它往下滚动的时候 是吧 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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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定位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那么它回不去了 是吧 回不去了 是不是要再设置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定位好了 是吧 但是它跑到这边去了 是吧 跑到这边去了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定位的元素水平其中 是不是有个方法 定位的元素水平其中 怎么做的 还记不记得 那个例子啊 定位的元素水平其中 我们用一个 Nav的什么 给它一个什么 百分之五十吧 然后再用 MarketNav的 把它什么呢 把它付多少 把它付回去 是吧 把它什么啊 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Nav的 就给个什么呢 给个百分之五十 是吧 百分之五十啊 Nav给个百分之五十吧 Tope给个零啊 然后再给它一个 MarketNav是吧 MarketNav MarketNav 是吧 MarketNav给它一个 负的多少 是吧 负的它的一半吧 它是九百六 是吧 那么负的什么 四百八吧 负的四百八啊 负的四百八啊 负的四百八十 负的四百八十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刷一下之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 哎 好 这个可能有问题 是吧 有问题 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啊 这个是按什么 Token 这个是五十 五十行是吧 五十 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百分之五十 应该是 应该是用这个啊 引号啊 看一下这个 好 再刷新一下 是吧 刷一下 看一下啊 好 刷新啊 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可以了啊 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啊 可以了 那么接着的话 这个是可以往下滚 那再往上滚 我怎么样 想让他回去吧 回去一下啊 回家就是说 那么这个是大鱼的时候 是吧 那我再来一个 else的时候 是吧 else的时候啊 else就是不大鱼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else的时候啊 else是什么呢 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再回去一下 是吧 回去一下啊 把它射回去一下 是吧 射回去一下 怎么射呢 就是把它的什么呢 把它那个position 把它换回去吧 是吧 你不能把它position 设为什么 设为一个空嘛 设为一个空也可以啊 那么实际上position 还有一个属性 就是什么 默认属性吧 默认属性 大家看一下啊 position有个默认属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定位的地方啊 定位的地方 有个默认属性啊 默认属性是什么 这个static吧 是吧 这是相对绝对固定的 然后static就是默认属 就是没有定位 是吧 那么你把这个 它的设置成这个 是不是就把它原来的 只覆盖掉了啊 覆盖掉了是吧 没有定位啊 好 那么这个没有定位啊 好 static是吧 把它设置成 static 是吧 是这样的啊 static啊 static 然后的话怎么样 那么如果是static的话 这个lamp和top的值 是不是不起作用啊 不起作用啊 是吧 好 它有和没有 它如果没定位的话 这两个就不用改了啊 就是这两个值我就不用改了 是吧 就留在上面都可以啊 那么唯一要改的是这个 是吧 这个的话 那么它是 这个时候是 负四百八 那么如果不定位的话 我怎么样 把它 设回去吧 设多少呢 它默认是什么 o2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它设成o2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o2啊 o2 是这样的啊 o2啊 就是为什么要设 设一个值呢 是想把它的值覆盖掉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不设的话 它这个值 是不是就是负 负 负四百八px啊 是吧 好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怎么样 做到这个效果了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值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了啊 是可以了吧 可以了啊 好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什么呢 悬停菜单的做法啊 悬停菜单 那么 大家 如果仔细看的话 有个问题啊 比如这个字的话 大家看一下 突然的跑上去了啊 就突然跑上去了 是吧 有这个问题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 等会下午再解决吧 好吧 那么大家的话 先把这个 看一下 先把这个做一下啊 做一下 我把这个代码 发给大家啊 大家中午做一下 好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